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时间8月2号 我们在网上又给米拉买了一只小狗 它之前的那只狗呢 洗完了以后没有及时的暴晒 所以有一股臭味 提醒家里有宝宝的朋友 喜欢这种毛园玩具 一定要在太阳底的暴晒 你不能等它自然晾干 不然里面一定会发霉的 洗得再干净 发了霉以后也特别臭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近亚马逊的股价不是又创新高了吗 疫情期大家都网络 这是米拉最喜欢那只小黄狗 有点发臭的那只狗 洗的这个毛都没有这么毛绒了 咱们对比一下 走 给米拉个惊喜 狗狗猪 什么狗狗呀 狗狗猪猪猪 好 狗狗 狗狗在哪呀 喜欢吗 一样的对不对 是一样的吗 妈妈给你打开一下 嗯 这个呢 它是什么功 more 还是熟悉的狗狗不 妈妈再给你看一看 这只狗狗 这只狗狗有点臭了 这只狗狗是之前的那只 你看这个毛 跟这只的毛 显然不同了是吧 这就抱走了 爱爸爸吗 爱你 你看着爸爸说爱爸爸吗 爱你 想吃吧 吃它 吃它呀 我女儿爱吃吗 知识棒 他脸上不是烫 直接咬 拿着吧 这里拿着吧 他吃血包了 他可以像撕撕一样 撕成一撕一撕的 咬一口 太辣 不烫 切一小块 这昨天给女儿买的知识棒 美国小朋友们拿这个当零食 有机的知识条 主要也是补充蛋白质 它这个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一个一个 所以吃起来很方便 咱们再看看它这个营养表 狗狗 你看看狗狗 一根知识条28克 里面含有的盖是195毫克 蛋白质的含量是7克 后面的百分比 是宝宝每天所需的蛋白质的含量 吃一根知识条 可以给宝宝补充 身体内每天所需蛋白质的14% 钙的15% 含糖量1克 没有额外的加糖 再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配料表也很简单 一共就三个 八次杀菌的托子牛奶 盐 还有植物酶 挺好的一个产品 大家也可以买来试一试 这个是蜜拉喝的有机牛奶 全脂的有机牛奶 240毫升还有蛋白质8克 含钙是280毫克 牛奶也是宝宝主要摄取 蛋白质和钙含量的主要来源 Casco的这款有机奶 还含有50毫克的DHA 和Omega3 新买回来的狗一定要洗一洗 洗完了以后 我先放在通风处 爸爸 这是狗狗 爸爸先放在通风处 给它通风风 好不好 等下午的时候 爸爸给它拿外面去曝晒一下 好吗 哎呀 哎呀 哎呀吃这么一大狗啊 好吃吗 嗯 bi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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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啊 GG啊 GG里面有bicycle啊 哦对啊 猪爸爸骑的就是bicycle 是吧 是 嗯 这是车是不是啊 嗯 飞机直升机 嗯 飞机直升机 你坐过飞机 你坐过飞机啊 你坐过飞机啊 好吃吧 嗯 Clean Dirty Clean Clean Big Night Night Day Cold Hot Cold Hot